台北市交通局局長謝明洪表示 今年6月30號起實施的交通違規祭典新制 發現很多民眾都不知道這件事 所以特別對外說明 新制一年內祭典達12點 吊扣駕照兩個月 經通知祭典吊扣駕照 倘若與其未到案 這時將會進行煮銷駕照 那它產生的影響是很大 我特別請財政所來做這樣的一個簡報 因為剛剛提到的吊扣 吊銷駕照或扣牌 會影響民眾的生計 它可能因為這樣沒有工作 它可能因為這樣子就找不到工作也好 因為要駕照駕照就會吊扣了 甚至說車輛就吊牌 沒有辦法來生活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立法院 這樣的一個新制出來是基於安全 可是它對於民眾的影響 的確是非常的大 以往我們都只是罰錢就OK了 可是現在發現 隨時都可能就會被祭典 包括我們剛剛看到的 那個臨時危安回歸停車 這可能就會被祭典 如果被抓到確定屬實的話 所以累積下來如果達到12點 那一年內可能就沒辦法 我想這邊能夠希望藉由媒體來幫我們 多多宣傳這個影響力 的確是比以前還更大 這個可能跟各位說明一下 以前我們說車不停讓行人 就罰6千 事實上是還要罰3點 還要到暗降息 那大概以前都是不要作裝在罰6千塊 但錢我覺得錢可以繳錢 那點數是跟著一輩子 這才是比較重要的 整理一些民眾經常可能發生的 違規樣態 對應它的祭典點數 然後做了一個 違規祭典的減表 那淺藍色的部分呢 是紀違規點數的一點的部分 那比較深一點的呢 中藍的部分是紀違規點數兩點 那顏色比較深的部分呢 紀違規點數三點 那這個部分呢 就方便民眾可以了解 現在的違規樣態 哪些行為是需要紀點的 那紀點會受到什麼樣的處分呢 如果說在一年內 紀點數達到12點 家照就扣兩個月 那如果說在兩年內 家照被釣扣兩次 又再被紀點的話 他這張家照就會被吊銷 也就是說呢 他可能在兩年內 他的違規點數達到25點 那這時候他的家照就會被我們做吊銷 那吊銷的話 他就必須要再跟監理機關來做重考 那如果是當場藍田的案子 很明確知道駕駛人是誰 然後就可以直接對駕駛人紀點 這比較沒有問題 那如果像是進行舉發的案子呢 我們以這個超速照相這個案例來講 民眾A 他收到這張罰單 他沒有 他沒有辦理規則 實際駕駛的話 這時候就 這個A有駕照 然後直接就對這個A車主 紀違規點數一點 那一樣的 他在一年內滿12點的話 他駕照會被釣扣兩個月 那再來有一種情形 如果車主沒有駕照 或者是說這部車是等級公司車 那當然沒有辦法紀點數 那這個時候呢 就會針對這個違規車輛 來記違規紀錄一次 那一年內只要三次 就會標控牌照兩個月 那舉個例子來講呢 像很多家庭 他的車輛是登記太坦的名字 那可能是先生在開車 那這個家庭呢 收到這張超速的罰單 他們過去呢 可能如果去超商 或者上網 把這張罰單繳掉了 就沒有事情 可是未來 如果這個車主是沒有駕照的 我會記這個違規紀錄一次 一年內三次 扣牌兩個月 也就是說他一年 只要三次這種超速的罰單 他的牌照就要釣扣兩個月 那這個兩個月呢 他不能使用這部車 那對一般的家庭來講 會他們的生活 會造成相當程度的影響 北市裁決所公布三大違規行為 包括違規停車超速 違規零停 違規時將計點數一點 去年總共66萬8千多件 佔違規行為總數六成七以上 此外違規超速計點有分三種 其中嚴重超速一次就計三點 我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是按照這個 111年大家違規的建數排行 所以我們按照那個排行下去做 所以你排在前面是 違規建數比較多 比如說大家比較容易會被那個 計點到的 這個部分先跟大家說明 那計點字有什麼影響呢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去年 111年我們的入案件數是 大約250萬件 那去年有計到違規點數 大概只有7% 18萬件計到7% 那計點薪資之後呢 過去進行舉辦案子 因為不確定實際駕駛 沒有辦法計點數 再不計點的部分 這個18% 還有薪資的部分會增加幾項 有計違規點數的14% 那這些加起來 就達到80萬件 那也就是說過去只有18萬件 那未來新證的計點部分 會達到80萬件 對於民眾來講 我們過去一年只有3000多件 會被 駕照會被掉扣或者掉銷 那未來 這個部分會增加到14000多件 增加了4到5倍 然後影響的程度呢 絕對是超過萬人 所以說很多民眾這個部分呢 他可能駕照會 因為這個計點的違規 受到駕照掉扣或掉銷的處分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次的計點薪資 他新增的幾個計點的條款 像違規 臨時停車 還有停車 規規使用車 手持行動電話等等 這些都是民眾常見的違規樣態 然後前面這四項呢 就佔了新增的97.8% 所以幾乎都是集中在前面這四項 民眾償放的違規裡面 那我們再看一下那個違規 停車跟臨時停車的規定 只要在橋樑隧道 人行道 行程穿越道 快車道 交叉路口 公設招募站10公尺 消防車出入口5公尺 或是並排停車等等 這一些不管是臨時停車 或是停車 這都會計違規檢數一點 那另外在消防症前停車 或者故意順向方向領停 這也會計異點 所以總共加起來是13項的臨庭跟違庭 都會計違規點數一點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規規規定使用燈光的部分 民眾常常會忽略 不管是在高速公論 或者是說在一般的道路 跨越虛線的時候沒有打方向燈 然後這個是民眾很容易忽略的 沒有打方向燈 這個部分也是計異點 那這個過去也是沒有計違規點數 然後再來看一下那個手持行動電話駕車 如果民眾在開車的時候手持行動電話 或者是說他用其他類似的裝置功能 郭接通話 這些有影響駕駛行為的話 這個部分也是計違規點數一點 那再來是不停障行程的部分 沒有停障行程的部分 算是比較嚴重的違規樣台 這個部分是計到違規點數3點 值得注意的是民眾受到罰單 如非本人駕駛請線上辦理規則實際駕駛人 另外一年內計點達到6點 向監理機關申請自費道安獎席 可以折扣點數2點 一年內已申請一次違憲 記者文俊台北報導 到時候 我們會再次回到 到時候 到時候